哈啰同學 歡迎收看TBC凱爺數學 我們來看這個回娘家的題目 國小六年級你就開始回娘家 對不對 常常就看到這種題目嘛 每幾天回一次 每幾天回一次 然後他們三個人碰面幾天後嘛 對不對 28題 俊傑的三個姐姐都已出嫁 大姐每七天回娘家一次 好 第一個 每七天回娘家一次 二姐是每五天 那三姐是每十天回家一次 某一次他們三個姐妹都在娘家碰面了 那再過幾天後他們就能再一次在家裡碰面 很簡單啊 這一題就是找七的倍數 再來天數也是五的倍數 天數也是十的倍數 所以是求他們的最小公倍數 如果你的題目量練得夠熟 這個題目你可以直接得到多少 七十啦 好 如果你沒辦法 老師我可以可以 那你就用一個短處法 最小公倍數喔 不要忘記最小公倍數這裡叫做五 這裡是七一二 然後你L乘起來 這個L乘起來 就是我的最小公倍數 所以全部乘起來就叫做 七十嘛 所以這一題很簡單 很簡單